大家好 我是南都汽車的劉新瑜 本身是嘉義人 之前在保養品裝櫃上班 因為結婚的關係 所以回到嘉義 目前任職兩年半 常常遇到很多不懂的專業知識 就會纏著學長姐問 還有我們副所 他也常常就是陪我練習 了解一些配備差異 怎麼去回答客人的問題 他其實幫我蠻多的 因為主要在這邊接到客人 一定都是居住在附近 我自己住家也是在附近 本身也是嘉義人 所以就會比較容易跟客人找到共通話題 譬如說 你住附近嗎 那是哪一條路啊 我小時候學校也在那邊啊 然後那附近有什麼好吃的啊 然後客人就會引發共鳴這樣子 會一直跟我聊下去 挫折就是有連續一個月就都沒有開始 然後還被退訂 就很難過 就會想要有離開的念頭 但是事後冷靜下來又覺得說 都有客人跟我買車了 而且客人買車也都會覺得說 是因為我才跟我買的 那如果我就這樣離開 他是不是就會變成孤兒 這樣會讓客人失望 就轉念啊 因為可能從以前就做銷售 沒開始也沒什麼大不了 繼續找客人啊 反正找客人本來就是我的工作了 因為我爸他是 退休前他是警察 他是家裡的經濟資助 從以前到現在他對於不管我做什麼決定 他都會給我精神上的無限支持 有什麼苦放在心裡面啊 做父母的當然都是希望孩子 一天一天比一天好 他好我就很高興了 加油 不管是我18歲就去專櫃上班 21歲很年輕就撿婚生小孩 他都會在背後支持我 給我的觀念啊就是說 女生自己經濟要獨立 要靠自己 就是不要把希望寄託在別人身上 謝謝我爸媽 就是可以幫我顧小孩 讓我可以無後顧之憂的出來上班賺錢 平時不管是上班還是休假 那如果家裡臨時有狀況 或者是公式臨時有狀況 我都可以馬上第一時間處理 如果LINE上面可以解決的話 就可以馬上解決 那客人也不會說 找不到業務沒有安全感 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話 過來一趟其實也不會花很多時間 最常用的其實就是個人IG 可以常常在上面分享現實動態 可能去哪裡交車啊 還是說客人給我什麼好吃的啊 都會分享在上面 就刷刷存在感 人家看到的話 可能平常就有在關注 如果需要購車的話就會想到了 可以增加工作的效率 有時候可能客人是遠距離 那我們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前往 跟客人見面 如果平常直接口頭跟客人解釋的話 其實客人有時候沒有辦法馬上理解 那如果有傳愛知市裡面很多小影片 傳給客人看的話 其實客人會比較容易了解 你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對嗎 新宇呢 其實在我心目中 我感覺他就是一個個性 相當活潑直率的女孩子 他也相當的熱心 在營業水商協助其他的夥伴 也因為他這個特質 讓我們感覺到特別安心的就是 他在處理客戶的問題上 總會把客戶的所有的問題都擺在第一順位 第一時間來處理 獲得蠻多客戶的肯定 新宇其實就像一個鄰家女 他接待客戶的方式非常平易近的 所以其實他可以在第一時間跟客戶很近的很快的拉進去 蠻親切的啊 蠻積極的 就是介紹也都很認真 樂在工作 精彩生活 對 來自的 行為 有請